人这一辈子 谁也不知道自己想要面对什么 那年我二十三岁 人们以为未来可期 从目前的检查结果看 见动症 病人会在意识完全清醒下 一点一点地拾起全部幸福 小冬 出什么事了 为什么要分手 我觉得很辛苦 我完全无法想象跟你在一起的未来 所以我不想跟你在一起了 不是有很多爱好吗 是学音乐吧 爸爸那边我来说 很多东西不是现在有 就一直都会有 我拿来滚 没你们这样的儿子 时间对我来说 已经是有周期的了 你怎么知道小学生不能接受你这个病人 是我不能接受我的病 只是谈恋爱呀 我凭什么让他二十来岁就来超过我一个病人 你不打来都根本喝不了 废啊 你怎么有家的孩子吧 你为什么不第一时间说 这都是我自己的事情 走啊 我走了 你这个病得就能好了吗 林顿 谁的时候没有周期 到最后不都是要离开这个世界吗 有意吗 有意吗 有意 你 我们想努力创造这个奇迹 只没有有人在做 加油啊 哪怕只是进步一点点 就有希望 那你自己的人生呢 现在 就是我的人生